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姐 欢迎您收看早上十点钟的 中天整点新闻 立刻来带您关心最新现场消息 就是在16号高雄呢 那么这名男子先刺杀了前妻 又在掳走六岁大长女的理性嫌犯 虽然说已经被警方寻获 不过狠心的父亲呢 竟然是企图带着女儿亲身 那么目前呢 幼女都还在昏迷当中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这者 翁崇文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好了 这期高雄的凶杀案 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那么理性男子在掳走了大女儿之后呢 今天凌晨两三点左右呢 新竹警方已经在120县道 发现了这名理性男子的下落 不过呢 当徐楼远景驱车 前往盘查的时候 却发现了理性男子 已经带着大女儿在车内 烧炭巡短 目前两人都还在急救当中 希望能够传来好消息 另一方面呢 这个消息传到了 幼稚园园长的这一个耳朵呢 她是觉得呢 非常的压抑 同时非常不舍 那么会这样的出现 这样的情形 我们来听园长的描述 这小朋友也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很担心 我们那个小朋友 真的很担心 因为他现在也是在急救中 不要再问我 好了 园长相当的难过 不过这一起凶杀 理性男子刺死了前妻 那么现在呢 这个死者的家属 也就是这个 陈姓女子的爸妈 原本呢 在越南旅游 不过听到这样的消息 非常难过 已经从这个国外 尽快赶回来 家中要处理后事 这是我们所掌握到的 目前有关于 这一起松山 后续的最新发展 这是我们所掌握到的 最新情形 今天我们会给彭丽主播 好 谢谢重温的连线报导 事实上我们看到 整起事件呢 发展到现在 这个女童呢 是被父亲